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动漫评论槽 我是大皮 现在正值国庆之际 我也是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母亲庆生 换了个形象换了个心情 所以像弱智一样的纸片脸就光荣推移了 好的 那我这个形象问题解释完了之后 咱就闲话少说 开始今天的节目 一眨眼上一季度动画已经悉数完结 所以咱们自然是得跟大伙总结总结这些个齐月番 而现在我唯一考虑的就是 到底是该走流程还是该直接喷 走流程的纹眼不够响亮 直接喷的响亮又不够纹 所以呢你们爱当成啥就当成啥吧 首先呢是这个自闭羽毛球的青女飞扬啊 有道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快宝啊 这片的女主呢的确是她妈的宝啊 护数宝用完就扔扔完就换的 本片可以说是入目三分的刻画了一个 让广大观众千夫所指的亲妈形象 为了个羽毛球啊硬是把自己本来萌萌哒的闺女呢 玩成了一个打球死妈脸 不打球也死妈脸的自闭留守儿童呢 基本可以确定啊 这片子现在口碑之所以这么极端呢 大头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亲妈让人看得恨不得给她个大嘴巴子 按理来说吧 女主她妈这种呢 在大多数作品里啊 都是那种欲扬仙异的角色啊 就是那种什么身患三十多种病最轻的是癌症那种啊 为了大局忍痛跟闺女分别这类 就是一把辛酸泪式的模式 谁知道在本片里这直接就是寓意鲜意啊 苦中啥玩的根本不存在的呀 就是羽毛球打不好我留你何用啊这种感觉 所以呢这么一个法治频道家庭伦理新闻里才能看出来的妈的 自然是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诛笔伐呀 可能这个片子呢是没那么烂啊 但是呢这一个妈结果让人在观感上降好几个档次的 因此呢也算是个连作效应了啊 吹原装的管理人啊 你也可以叫他求生之路或者绝地求生啊 内容呢讲的是顶着一张人出无害的脸 实际是个小银虫的男主搬进了一间女生公寓 然后呢这群如狼似虎的女人呢 就车轮战色幼才的故事 其实啊这个片子呢本身没啥说的啊 充其量呢就是个母系角色 跟正太男主打打擦擦边球的老银坐小鸡的 就是那种福利流动画 但是呢如果你在正规网站看本片的话呢 那你就能享受到一整套的打马大力包啊 而最关键的是呢这套打马大力包的标准我是真地真不明白 前一秒还捂得严严实实的跟过冬似的 后一秒就不打了 所以说你这个马到底有个卵子用吗啊 欲擒故纵呢 百炼霸王与圣约女武神啊 这绝对是本季度最职场的动画 正所谓物极必反 当智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那这片子可就相当有意思了 如果要看的话呀建议开启弹幕观看啊 其实呢实话是说 这片子剧情呢倒是没啥太大能把人雷出屎来的槽点 反正呢也就是一个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穿越流装鼻鼓什么 但是这个制作呀 却是给这个本该平平无奇的动画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你说一般动画吧 制作差呢就代表着画面崩 即使是前路塑形呢 也是用独具一格的内容呢 才能扭转乾坤让崩成为特点 但是百炼霸王这片子我敢说啊 如果他的画面做的一点毛病没有 那他将是一个咸鱼一样的动画 就每集开头这个战术水头 就能表现出本片是一个要多任性有多任性的主 至于正片呢 就拿这一段来说啊 这肾虚哥呢为了给男主后宫当刀 让王大锤一锤子给砸出个内玛尔翻棍 跌落山崖 你就听着叫声惨的跟杀猪似的啊 哎你看这还带灰人呢啊 我心的这不粉身碎骨也得摔个半身不随啊 就算是主角这人光环加持 屁事没有估计也是抓了个树根子咋的 结果过了大半集打完一看 哎 合着你他妈是掉坑里了啊 那你刚才喊你二大爷呀 还有结局啊 男主呢毫不容易穿回来了 谁到呢 那边一个电话 他又要穿回去了 不是你这不天天行着回家吗 怎么回来又变卦了呢 连自己爹妈也不仇业 最屌的 就是他这个小女朋友啊 死心塌地的 跟他一块去 大哥 你们这不是去逛街 不是去看电影 不是去旅游啊 本来呢 我是这么想的 谁知道呢 这位直接抛出一句 见不到父母朋友 我可能很寂寞 但是呢 见不到勇军 我更寂寞 所以我要跟你一起走 哎呀 真是一对带孝子 带孝女啊 总之呢 这片子这种傻逼的 能让人笑着声音的情节呢 真实不在少数啊 尤其呢 是配合弹幕观看 效果更好啊 最后呢 是工作细胞啊 这是一部呢 在七月翻里 极其火热 受众极其广泛 好评极其多 制作极其精良 内容极其优秀 政治极其正确的一部动画 建议呢 各位同学 有事没事的那个 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都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啊 是Overload的第三集啊 可以说呢 目前为止啊 博浩天一直在用 第一季打起来的名声呢 来消耗我这个 纯粹的动画观众的耐心呢 先提前说一下啊 我只是一个肤浅 粗俗 只想看装逼的 低档次观众啊 结果呢 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 Overload呢 就开始没完没了的 让一些边边角角角色 频繁上镜 上镜了呢 是也不干啥实在事 通常呢 就是嘟嘟一集 完了结尾呢 推进一丢丢主线内容 然后让我这种 纯动画档 再等一个礼拜 当然呢 我是知道啊 这都是原作小说里的 铺垫情节 但是说实话 小说和动画 作为两个载体 内容表现形式呢 几乎可以说是 差了十万八千里 小说看着可能没啥 但是动画表现出来 就是让我感觉到 在没完没了的 一种毫无意义的玩意儿 尤其啊 是我在一点小说 都没看过的情况下 这种感觉是更是强烈 其实呢 制作组完全可以 把内容侧重点 分配到一些 更重要的内容上嘛 而不是什么 跟哥布林踪地 或者一堆人 在这拉家长啥的 这就好比吧 在沙子里淘金啊 筛了无数的沙子剧情 可能找到一点金子剧情啊 看得我是很是难受啊 而且呢 这季度也不知道 是前美个够还是咋的啊 各种场面上的表现力 也是随了八差呀 就拿结尾的两军队垒 和弹幕里 从第一季 一直刷到第三季 结尾的黑三羊来说 就这个 能干死 七万个三逼人的魔法 表现效果 看起来真的 就跟古都放了个屁一样 总之呢 这个按原作党口中 听起来十分震撼的 大场面和精彩剧情 能做成这个B样 八成呢 是跟制作组 没钱有不小的关系 高分少女啊 其实呢 这个动画呢 是挺挑观众的啊 你没经历过接机时代呢 乐趣自然就少了一分 但尽管如此啊 内容上来说呢 也讲了一个比较不错 白的一笔的爱情故事 最后一集 看的人很是心疼小春的 而老朋友 《巨人》第三季呢 老牌制作 剧情侯保障 所以这个片呢 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对吧 不需要啊 看就完事了啊 最后剩下呢 就是一众搞笑翻了啊 但对于这些动画呢 我觉得没必要说太多啊 你看着吧 觉得能笑出来 那对你而言呢 就是好动画 而说完了七月完结的作品呢 当然也得提一提 伴众瞩目的十月新翻了啊 不过啊 由于截止班写完前呢 这些作品呢 才开播了一两个啊 所以呢 也不太好吐槽 于是呢 我们节目组的小伙伴呢 就各自挑选了一些 个人觉得设定比较有趣的啊 来给大家做一波小推荐 下面呢 就来看看我们 对一些十月翻的看法吧 啊 开播了开播了 今天话题是 咱下一季新翻 都是写啥玩意儿啊 哎 哥布林杀手挺名字感觉 不是很期待呀 哎 哥布林杀手啊 这个漫画我看过 其实挺棒挺暴力啊 而且呢 还有零武型别啊 非常的重口味 那么恶心啊 那我再看看 为我而生着看 看人设和名字 感觉还是很新春阳光的那种题材啊 不是啊 这个生不是那个生孩子的生吗 嗯 而且他还另一个意思是 请问我生孩子 啊 宫道部是金安妮做的 这角色全都是男的 我得考虑考虑 哎 你说机俑部那种游泳 它可以慢慢服啊 因为都不穿衣服吗 这射箭怎么外服啊 哎 比如说有个学长 要做主角射箭 对吧 嗯 我说他刚刚对 挺胸 别别别别别别 挺胸吗 哈哈哈哈 别别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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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旧法兜的小说的感觉 哦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男吧 好像讲的是从高中到大学到社会的恋爱故事啊 反正各个阶段的就是那种爱情故事啊 你各个年龄段将你百味的那种追寻 上学的时候看了一万部恋爱犯 也没找这个女朋友啊 万一我五六十了还没女朋友 那到时候看啥呀 相差一年故事呗 相夫这也太隐和了吧 一堆肉抽烟了 这怎么看啊 也不是 主角很瘦气吧 应该是通过修炼变得特别壮吧 好像是一部很热血的动画 哦 那我倒有点期待了 这怎么是一部青春励志片的呢 呃 并不是 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 眼睛空间颜色 而且有一点自闭的女人 那讲的是她敞开心扉的故事吧 不阳光啊 然后呢就是她奶奶把她送回了过去嘛 然后重新让她看到了就是多彩的世界啊 哇 这挺美好的呀 然后她把她奶奶绿了 说完新翻呢 我们来看看最近都有哪些好玩的消息啊 前两天呢 在新超级玛利奥兄弟优豪华版里呢 出了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道具啊 就是这个超级王冠 游戏演示表明啊 齐诺比可吃了这个道具后呢 就能变成碧石公主 于是啊 推特上一个老骚炮 就根据这个设定呢 画了个四格漫画啊 意思呢 就是老王库巴呢 也把这玩意给带上了 然后瞬间变成 肤白貌美大长腿三人六弟的这么一个库巴公主啊 哈 库巴公主 玛利奥呢 从此告别必吃啊 过上幸福人生 谁料啊 此举瞬间大火呀 各种库巴通人图呢 是蹭蹭蹭毛外冒啊 正所谓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啊 继库巴地之后呢 什么把利仔幽灵娘 十字花的生物呢 也是跟着中枪 任天堂估计是想不到啊 二十多年前呢 这些小朋友扮演玛利奥 对着库巴射子弹 二十年后呢 竟然还是这些人 依旧对着库巴射子弹啊 然而这股娘化通人热潮啊 也并没有就此结束 你说这票人呢 祸下马里奥也就算了啊 万万没想到 竟然连皮卡丘啥的也不放过 于是呢 除了大量的通人图啊 你还能看到不少傻屌图 总之目前为止啊 这个库巴公主呢 可谓是活得不行 然而此次世界最大赢家啊 目前来看啊 还是任天堂了 据了解啊 经过此番操作呢 任天堂的骨架啊 也是直线上涨 看来这一次呢 是又不着发律师函了啊 娘化带动股市呢 也是没有谁了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的 所以说游戏界的各位同行啊 看到这应该差不多都明白了啊 现在的玩家观众啥的啊 吃的就是这一套啊 因此啊 我们有理由稍微期待一下 生化危机里的娘化暴君 娘化甜食者 异形里的娘化暴脸虫啊 甚至呢 死亡搁浅的下个预告片里呢 背不住还能有娘化克斯武邪神的 又是一个奇葩排行啊 前两天呢 GGU排行就又找了一个 关于动漫作品里最喜欢的大兄弟角色的排行 真的 我真是不知道 为什么要整这种排行啊 可能这就叫没屁咯了嗓子吧 总之 咱先来看一看排名里上榜的角色啊 排第一的是海贼里的索龙 第二的是揪揪里的空调成太郎 第三呢 则是龙珠里的宋空 而之后的排名呢 则是如图所示啊 唉 你说 想不明白啊 为啥一个女角色都没有 来几个女角啊 估计现在榜上这些 应该都是弟弟 说完了奇葩的 咱们再来看一个稍微正经一点的排行啊 最近呢 在日本某次称漫画迷的四人举办的座谈会上呢 这几位漫友呢 就参与评选了 最不希望被真人画的漫画啊 虽然呢 我也不知道这四个人是谁啊 而且为什么这四个人都能做评委 总之呢 经过讨论呢 也是选出了八部漫画 排名的部分先后 分别是海贼王 约定梦幻岛 下目有人杖 灌篮高手 日日迭迭 心跳今夜 多来梦 还有复兴小子 可以说大部分呢 都是比较经典的作品 那不知道各位观众啊 你们最不想哪部作品被真人画 理由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并说出你的看法啊 下周周末呢 我们会在直播间聊一聊这个 现在是大家最期待的提问环节啊 首先呢 是这位叫L龙奇月喵的观众问 大皮 能教就怎么跟女朋友相处吗 例如女朋友什么情况下 是在暗示要亲热 我他妈知道你有女朋友了 行了吧 啊 靠 下一个呢 是这个叫 冰尘三色锦的观众提问啊 神啊 请让大皮看我一次吧 这次呢 不问崩三管理的事了 大皮 你告诉我在你眼里 你老板天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兄弟啊 我看你也是不容易啊 这个问题呢 我就是好好认真回答你一下吧 说实话 在我眼里呢 天堂作为一个老板啊 是真地不合格啊 就他这样的 每次节目啊 都亲力亲为 身险十足 奋战在工作第一线 你说说 累坏了怎么办啊 累坏了怎么办 身子垮了 还怎么领导手下员工 对吧 还有呢 就是他这个人性格脾气是真地操蛋 有事没事呢 总对员工这个虚寒问暖啊 总想着对员工换位思考 一点亏都不让手下吃 你说这让我们怎么成长啊 你说说 还有天堂先生呢 也是有一堆臭毛病 我也忍不了啊 就他这个人吧 干事呢 永远都是牢记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永远都是传播社会正能量 你说让我这种内心一暗的人 看着是多不爽啊 伪光正也得有个限度吧 我真是我 我这 不说 不他妈说了 越说越来气啊 越说越来气啊 哎好啊 今天呢是轮到我啊 给各位观众来推荐点东西啊 我呢就教各位一个 这个烂大街的小戏法 首先呢 你们拿起你的手机 哎 我们呢这样 哎 哎 你看看啊 是不是手机让我绝完了啊 其实呢 这个原理是这个样子啊 嘿嘿 用这个方法呢 你就可以跟妹子乐科的时候 找个话题了呗 对吧 希望呢 各位年轻的观众朋友们 活去活用 活去活用啊 好的啊 那今天的推荐环节呢 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也是到这就结束了 也是欢迎各位呢 在评论私信中 问一些你们想问的问题啊 我们将会选择一些优质的问题呢 在下期节目或者直播中 回答你们的疑难杂症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